在全地之間 主啊 你拣選一些人 讓你的愛充滿在祂的身上 讓你的生命與祂連結 就是你在創始之前 所選擇出祂的恩律 我們感謝祢 我們是祢的養 祢是我們的父 祢是我們的牧者 我們今天在這裡 要稱頌祢的名 我們今天在這裡 要用歌頌 要用演奏來宣告 在花蓮地區的客家人 要蒙福 在花蓮地區的客家鄉親 要來認主歸宗 要來相信耶穌 做祂的生命的救主 我們把以下的時間 交在耶穌的手裡 願主的榮耀 大大的充滿在這裡 使我們每一個在座的人 或唱或聽的都蒙天恩 這樣祷告奉耶穌的名 Amen 感謝主 讓我們用客家的語言 來這邊跟我們花蓮鄉親 一起來分享 現在呢 我們彼此來問候好不好 說 耶穌愛你 我也愛你 讓我們今天是在我們的熱情 在我們的喜樂當中 來開始 祝你 愛你 愛你 來 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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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接下来我们要来请客家天安师班 也要为大家来献师 他们所带的诗歌是有三首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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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輪進行會的朋友 是不是也有機會跟我們家人一起來唱 不過今晚就有很多機會來聆聽 接下來我們一起來聽神的信息 今天的信息分享是由客家福音協經會 以君友牧師 我們帶來的主題 Paka Vika 客家回家 我們請我們的余牧師 大家覺得非常難得 非常勇敢 真的用上帝本來的安靈法 來分享上帝的翻譯 我覺得非常難得 非常榮幸 能夠在今天用我們客家的母語 來分享上帝的愛 我猜法蓮平均跟小牧師說 有參加到四分之一的客家 蕭布施剛剛談到 在我們花蓮平均大概有四分之一左右的客家 因為四分之一 新竹營營的可能沒那麼多 因為新竹營的千分之三 所以在法蓮平均在一百個哈蓋營 又一百個新竹營 我們信主的這個比例 在客家裡面 所是千分之三 所以如果在這樣子的話 花蓮一百個客家 可能只有一位左右的信主的人 所以哈蓋營信主的人